货轮抵达港口,船员交出护照,工作人员放进塑胶带消毒,进出码头前,PCR采音和量体温是基本动作。 全球最大货柜港上海洋山港为了防堵Delta疫情,输入境严格检查并限制国际船舶靠岸,让塞港情况更恶化。 大陆深圳代工厂,作业员快手组装滑板车,原本毛利就不高的产品,因为欧美航线运价暴涨好几倍,利润大幅下滑,有的业者涨价苦撑,有的被迫退出市场。 全球港口拥塞的连锁效应,台湾也感受到了,像是今年上半年,由于晶片短缺,加上远去上班需求爆发,视讯、笔电、线材、喇叭等3C产品已经涨过一波,结果下半年依旧没好转。 新的商品它预计本来是9月多到,但是它现在延到10月多,然后它的船运因为出不来,对,所以上一次的时候它选择用空运。 那空运上次有一台的价钱很夸张,7990,落地到台湾变1万5。 下半年塞港更为严重,到货成本飙高,时间延迟,终端价格又蠢蠢欲动。 通路业者预告,光是电脑萤幕,7、8月已经因为缺货涨过一波,接下来9月、10月还可能再涨一成以上。 然后比如说,好,厦门出台湾,现在前面在船上,他们开到一个地方要先下锚,要检疫。 那检疫就会拖时间,而且现在检疫越来越严格。 现在你22寸,以前可能可以买到3000块以下,现在几乎非常非常难。 到岸以后,然后拉出来的货都很快,现在有时候要拖两个礼拜,那可能货太多,或者是这个审查比较严格等等,因为疫情也有关系。 消费者现在有需求,那你没办法供给,那他急需他就会到处去找,到处去买。 那这样子也相对的,其实价格也相对就会拉高。 Delta导致疫情死灰复燃,加上返校需求,年底节庆旺季,让塞港问题从欧美蔓延到亚洲, 新加坡、香港、南韩釜山、大陆华南,统统无一幸免。 外资瑞银分析,塞港现象至少会延续到明年春节,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涨幅,消费者会很有感。 对于总的生产的成本,以及最后退到市场上面的定价,其实影响没有想象那么高。 因为有一些产品的需求还是刚需嘛,这个就不能不买啦。 所以呢,就基本上可以100%把额外的一些运输成本转到消费者身上。 今年主要可能就是一个经济的一个重新复苏,经济重新回到轨道运作嘛,因为毕竟现在已经,应该说现在欧美很多地方是在跟Delta呢,这个跟经济发展是同步的运行啊。 那你这种情况之下的话,运价其实要掉下来的机会并不高。 全球原物料飙涨,加上货运塞港,运费调升,持续打乱供应链。 主计总处最新公布,全台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高达2.36%,是今年以来第三度突破2%通膨警戒线。 如今Delta疫情又来搅局,一连串因素引发的高物价现象,政府不能掉以轻心。 TVB新闻,罗士鹏,戴源丽,台北报导。 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TVBS News频道,并且开启小铃铛。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,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。